陆瑾为何不敢冲逆升第三重 他是怕死吗 一人之下漫画第692话已经更新 首先说结果 李必死 陆必活 上一话暗示得很明显了 李升空扩大立场 和当初三重左门长林空而立抬手结界一模一样 Coffplay了属于是 最后的结果也肯定是一样的 李和左门长都是生死到消 陆瑾抱一赤裸上身 站在地上 也和当年的吴根升一模一样 尼尔这个暗示 就是玩了一个身份调换的对称 并且带点恶趣味 让老陆考虎吴根升 其次李牧学没什么好说的 确实天才 把倒转炼成这样重点是老陆 从这一章来看 老陆的外恋战斗力 性命修为 已经不输左门长了 因为他心里大概知道吴根升摸米 法抗高 所以专注提升自己性命修为 不依赖功法 再就是 老陆有没有到达重构三单 现在只能打问号 但是并不能说老陆没那个能力 一是他见过了左门长突破后的三重 最终生死倒消 他作为三一的最后传人 如果去突破了三重 最后也生死倒消 那么三一就彻底断在他手上了 他心里的最右天了一道 陆林还年轻 显然还没达到能够将逆声传给后人的程度 二是觉得愧对师门 当初最后一批三一弟子死绝了 就只有他活了下来 所以 心里有亏 不愿敢抄左门长 三是他不敢死 不敢去突破三重 他要留着命找吴根升 所以 老陆不菜 且就目前表现也是一直压着李达 并且是全程没有用通天路的情况 陆景对李慕玄说没啥元可以收 该收的是他的性子 说明老陆也很明白当年的事 但李慕玄说到左若彤跟三一门老陆还是红温了 老陆的核心诉求应该是为何好人没有好报 那些说左若彤不成 三一功法有缺陷啊 但三一本质上没有作恶 好人做了一辈子好事 因为一件错事就叫做晚节不保 坏人做了一辈子坏事 因为到头做了一件好事 叫放下屠刀 老陆不认同 所以老天师才评价他是爱欲其生 恶欲其死 到底怎么能下路景放下 我也不知道 因为老陆的诉求从来不是突破三重 心情很苦恼啊 十二老情侦太厉害了 还有那句 量到了 至没到 再结合李慕玄的话说徒弟不敢超过老子 证明其实差不多陆景能重塑 底子是有的 就是没那个心思 李慕玄就是逼他呢 你不重塑就干死你 你中单要不要了 逼你重塑 通过这种方法突破三重应该是 还有大家太小看陆景了 陆景和李慕玄从小到大 都是漫画里有明确画面对照的 两个人一直都是在各自领域水平一致的 且佐若彤在陆家大院里说过 徒弟本领太高想给他教训 尽管最后惨败 但也是个张志薇比较 平常新看的话 其实陆景就是从小添资过人 且修行没出一点叉子 那一百多岁 李慕玄已经是开宗立派水准 陆景二重巅峰应该早就是八九不离始了 只要重塑中单 我觉得就能进三重了 还有就是从目前剧情形势来看 李慕玄从竖法已经是攻击最强招式 身体已经是遭受重创 目标已经亲口承认就是经理陆景 要说收缘 到模仿闯三一那小孩的那一幕基本就结束了 李慕玄已经走出来了 自己的缘已经收到了 我倒觉得和陆景打 是陆景在收缘 就剩他没走出来 那这个剧情走到这 李慕玄已经到头了 没招式了 没血条了 没蓝条了 没自己的情绪了 怎么把对打继续推向高潮 李慕玄这里推不动了 只能陆景来推 那所有的一切都在指向 陆景三重 只有陆景三重能把剧情继续推到更高潮 同时把两人的对话作死 要不这样话 两个人的关于三一门和左若彤的对话都废了 陆景也无法收缘 他想收缘 必须和左若彤身心相似 否则永远也不能像左若彤一样原谅李慕玄 还有就是最悲剧的 两个人都重伤 两植物人